为了抓它进抽干一壶的水 什么动物这么大来头 这只看起来 跟杨子鹅差不多的动物名叫恶雀扇 虽然它体型长相跟杨子鹅差不多 但是它可比杨子鹅危害要大得多 毕竟杨子鹅是个吃几个螺就开心的小可爱 而恶雀扇却是我博施打时的入侵物主 河南发现恶雀扇 官方耗时一个月 抽干20万立方米的水 只为将它捉拿归岸 这么大动干戈究竟是为什么 真的有必要吗 要知道 实际上恶雀扇的危害 确实比我们想象中的大 首先它们啥都吃 食谱之广泛让人怀疑是不是朱金转世 它们体长可以长到1.5米 有的甚至能长到3米 属于大型鱼类 其特点就是那尖长的嘴巴 不注意看的话确实会被当成恶语 据化石研究 它们与恐龙是同一时代 能活这么久 定然有它们的厉害之处 除了什么都吃之外 还有它们凶狠的性格 只需一两条 就可以将水域里的所有淡水域全吃光 一天能够吃几十公斤 相当于它们自身的重量 这么能吃的秘诀就是它们的职场 被称为水中鸟类 可以一边吃一边拉 完全不受影响 它们主要栖息在淡水河流当中 但是咸水中也能活 再加上强悍的繁殖力 它们会在5到8月份进行交配 一次可以产卵14到20万枚卵 只需要7天就能孵化 就像一个繁殖机器 不仅如此 它们还很好养活 每当身处新环境的时候 会第一时间寻找猎物 别人获得地盘靠打架 它靠吃 为自己吃出一片新天地 很快就适应下来了 即使在寒冷的水域也不必担心 它们只要有食物就行 如果太冷了 它们就会潜入水底开启睡眠状态 等稍微暖和了再出来捕食 所以这个生物可以说是人人喊打 但是它们给我国留的难题 远不止如此 我们接着看 最强入侵物种 边吃边拉嚎不受影响 恶雀扇几乎都要成为六边形战士 其实恶雀扇 在我国能存活并泛滥的原因之一 是我国没有恶雀扇的天敌 在美国 恶雀扇之所以没有泛滥 且卵的存活率低 是因为它们的天敌 会吃恶雀扇产在石头上的卵 在温暖舒适的水域 它们产的卵更是多得惊人 如果按照十分之一存活率的话 水里除了恶雀扇的仔 应该就找不到别的东西 七天应该能孵化出1.5万条 啥好人家敢这么生啊 既然恶雀扇在我国根本没有天敌 那它们是怎么出现的呢 其实一开始恶雀扇在我国 是被当作观赏与引进的 是官方认可的经济鱼类 引进我国后也有了合法的繁殖恶雀扇的养殖场 但是出现在鱼缸外的原因 却是很多人的不良放生行为 放生固然是维持生态平衡的重要举措 但是绝对不能盲目放生 有的物种是绝对不适合放生的 恶雀扇就是其中一个 被放生后的恶雀扇甚至比在鱼缸里还舒服 没想到兜兜转转自己还能找到快乐老家 小恶雀扇6岁左右就能达到性成熟 消配后又会产下大量难以遏制的下一代 我国的鱼类资源丰富 它们敞开肚皮大吃特吃 吃得越多新陈代谢越快 长得也快 寿命平均在26到50年 甚至有最高记录是75年 庞大的数量加上难以遏制 可能才是政府抽水抓鱼的真正原因 因为这些恶雀扇 食用完湖水里的鱼制后 会随着夏季暴雨的涨潮 进入江河 到时候就更难遏制 而且恶雀扇比较难以捕获 虽然是个大铲鱼很容易上钩 但是满嘴的尖牙利齿 能轻易咬断钢丝做的鱼线 上钩后也会一直扑腾 但作为观赏鱼来说 恶雀扇确实是一个好鱼 因为好养活 而且看起来霸气非常 什么样的水域也都不挑剔 除了养殖 身为吃货大国的中国 为什么不能让恶雀扇流入吃货市场 我们接着看 最强入侵物种 能将水域里的鱼类一扫而空的恶雀扇 为什么不能被端上饭桌 一条恶雀扇的体型 应该就够吃货们吃上好几天了 但是这不是吃不吃得完的问题 而是恶雀扇几乎就不能吃 梦想跟吃心妄想还是有区别的 恶雀扇是有毒的 他们为了保护自己的卵 在排卵的时候会排出有毒物质 所以恶雀扇本身也是有毒的 排出的毒素只是一部分 剩下的会留在体内 想要吃的话需要有专业人士来处理 普通人分不清哪里有毒物 否则食用后会有危险 要是硬吃也能吃 国外一个专业做鱼的小哥 曾经就处理过恶雀扇 加工起来非常麻烦 需要好几道工序 处理就要好久 没有被端上饭桌 还有一大原因就是恶雀扇很难做好吃 因为恶雀扇吃得太杂 还不怎么喜欢懂 所以肉质不新鲜 有人说恶雀扇就像是撒着自然的拖鞋一样 可想而知有多难吃了 又难处理又难吃 花费的成本肯定高 价格自然也高 就算被当作食物也会很快被淘汰 恶雀扇的满身坚硬鱼鳞加上暖嘴尖牙 有力的鱼尾 让恶雀扇极难捕获 有报道称恶雀扇对人类的威胁 大鱼食人鱼 虽然恶雀扇不会主动攻击人类 但是也不要随便招惹他们 在2014年广东就有恶雀扇的身影 当时政府狠狠花费了一番力气 才将恶雀扇的数量控制住 有网友戏称 广东人都不吃的东西这是大 虽然是一句没有恶意的调侃 但也能看出大众有多讨厌恶雀扇 恶雀扇作为观赏鱼类 由于价格低 一养活 曾火便于有圈 现在又因过于能吃和凶残的性格被人们唾弃 其实归根结底 恶雀扇能危害我国河流的原因主要还是放生 在这也呼吁想要养恶雀扇或者正在养恶雀扇的朋友们 不想养的话千万不要放生 可以联系野保部门 让专业的工作人员来处理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互动 我们下期再见